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去烧烤店弊点的腊炒甜螺 香腊入味,越吃越上瘾 几块钱就能做一大盘 从市场上花十块钱买了二斤多 我买的这个是热心摊主帮忙处理好的 把尾巴去掉了 如果买回来带有尾巴 可以用钳子把它掐掉 这样螺肉才容易做出来 首先我们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三四边左右 先把表面的脏东西清洗下来 洗至水不发昏为止 洗好以后控水,放入少许盐 少许白醋 继续加入清水 这次我们主要清洗螺肉里面 盖上一个盖子,来回晃动,将其晃晕 前螺的生长环境很干,所以必须多清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本来清澈的水现在又特别浑了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三四边左右 洗至水不发昏为止 自己吃就要吃得放心,彻底洗净 彻底洗净以后控水备用 准备少许姜末 少许小米辣切成小段 小葱切断 小葱可以用紫苏来代替 紫苏我没有买到 干辣椒段 少许红花椒 青花椒 两片香叶 两个白豆蔻 一小块山奈 少许小浑香 将所有的香料用清水浸泡清洗 这样炒的时候不容易炒糊 而且香味能更好的挥发出来 洗净以后控水备用 起锅做水水开以后 放入洗净的田螺 放入少许料酒 先将田螺焯下水 这样可以再次煮出田螺里面的脏东西 开大火烧开锅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水又特别脏了 所以我建议炒田螺 最好焯下水 开锅以后煮30秒捞出 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一遍 彻底将脏东西洗掉 现在的水还是特别脏 洗至水不翻混为止 控干水分备用 起锅放入一勺油 油热以后放入姜末 放入准备好的香料 把小料爆出香味 炒香以后放入一小勺豆瓣酱 一小块火锅底料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火锅底料炒化 放入田螺 开大火快速翻炒 烹入半勺生抽酱油 炒出香味 倒入半瓶八二年的啤酒 啤酒稍微没过田螺 放入适量的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融合味道 胡椒粉 大火烧开锅转中火 烧五分钟左右 将田螺彻底煮熟 彻底烧入味 五分钟以后 放入准备好的小米辣 葱段 能买到紫酥的最好放紫酥 开大火翻炒均匀 最好再泡15分钟左右 越泡越香 越泡越入味 一道麻辣过瘾的辣炒天螺就做好了 香辣入味 越吃越上瘾 味道不出饭店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